社房要出風的時候 主管從社房頭到社房尾要開門 讓犯人出來 全部都好了 慢慢的大家走到工廠去 全部通通通都做好 開始點名 1 2 3 阿弟一定會有人搶拍嘛 沒有說你100個人 抱到快晚的時候 78 太 78 啊慘了 重來了 主管坐在那裡說 你魚子是沒什麼出來就對了 蛤 你幾個 怕包 幹嘛 真的啊 有有有 主管比較 我頭拍比較機車 就把你扳掉了 你擾亂工廠秩序嘛 欸 跟你扳規規 在社房裡頭 你早上起床除了盥洗之外 你還要準備餐具 待會那個打菜的來的時候 我們盆子要吐出去嘛 阿我們香港吐出去 我們要開始打菜去嘛 看是西式還是中式的嘛 要擠一個盆子嘛 擠個碗嘛 對不對 弄好之後 欸 地上鋪一個 你的店子開始把碗筷排一排 你的早餐 你的程序在住裡頭就是這樣子 所以早上起床其實 我個人的感受啦 蠻不舒服的 從關的開始 那一天開始 你會有一種無形的壓力 起床的時候稍微 偷懶睡個五分鐘 十分鐘 就像 就像環杯 早上為什麼會遲到呢 對不對 偷懶個五分 十分 睡覺不小心睡過頭 啊 靠腰 假睡半夜很不舒服啊 在圈裡 沒辦法這樣子 只要聽到 搭搭搭搭搭搭 你那個心情突然間就會 整個跳起來 啊 我在哪裡 我怎麼還在建議呢 我在衝動當中 我昨天還去哪裡吃飯 跟人家喝酒 我醉了 我起床了 我好開心喔 就聽到這個音樂 你整個魂都會回來了 原本你的三魂六波 到處跑到處去有沒有 聽到音樂 來 原神 不是食神歸位啦 原神歸位 回來 回到建議了 很奇怪 每個人就覺得 我還剩幾年的星期 你要每天這樣過日子 千萬喔 長星期不要數日子 度日如年啦 你只能聽到這個音樂 你習慣你麻痺 你只能幹嘛 面對它 沒辦法 聽這種歌 聽久了 習慣了 不要去想 把心情放開 告訴自己 今天家人會來看我了 今天工廠不曉得 會做什麼樣的 這個工作 或者是說 我出風了 我要去找我其他 別房的親友 我來跟他聊聊天啊 走到天晚上收到信啊 那可能我跟我的好兄弟分享啊 啊我的女朋友要來看我啦 我的媽媽要來看我啦 今天有拿好好的東西 要來對不對 那我就告訴他 欸我今天我男朋友要來 我今天我家人要來 我今天中間請你吃 燒鵝 燒雞烤鴨 這種東西在社會上 太普遍的東西了 但是在建議 你要有無比的想像 想像家人來 想像會客 想像你今天 會做什麼作業材料 想像今天你會碰到什麼事 收到什麼信 通通都不知道 那最怕的是什麼 收到送達 送達有兩種 一種就是家人把你去 刮進裡頭有會票 一種就是收到什麼 你的另案 證人也好 或者是所謂的被告也好 喔 被告一定是要戒題的 啊戒題就很辛苦了對不對 如果是證人的話 你視訊開庭還無所謂 哇你檢察官或者是法官 需要你到案說明的情況之下 又把你戒題 為了開一庭兩庭 就把你借過去 台北看守所 一刀斷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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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 我做新收 打完官司做完證回來 又重新又做新收 我好不容易混亂了耶 我有床可以睡了耶 結果我借題回來之後 我就睡地上 因為你出去就換一個人 睡到床上來了 那萬一你這個房住滿了 你也沒辦法回到 你原來的設房裡頭 那主管就會跟總總會說 啊這房間你住不住 換個暗房去擺擺擺 擺擺擺你又跟人家說 不說不高情不熟室 或者是這一房的生活的氛圍 跟氣息跟你都不會 就會發生了所謂的口角 就發生了所謂的不愉快 你就會開始申請調房 調房調酒的通常 人家動作你怪貴重 就幫你移工廠 就幫你移間的 其實不是 有很多的原因 因為我借題出來 或者是我從別的工廠 別的單位解還之後 我再回到原本的工廠 可是我沒辦法睡原本的那個房 除非你這房的房廠 對你前後 給你保留 可能你是一個孤兒 你是一個兄弟 你刺得不錯 你回來人慢慢幫你保留 就叫人來 沒沒沒誰來下來 來 水上去 不然正常來講你解完出去 你重新做新收 你重新睡地板 所以到有人假設回去 有床位了 你才可以屁補上去 你說前例有沒有潛規則 經理主模會沒有潛規則 你沒有潛規則的情況之下 搞不好 人家懇親問的時候 人家就寫 寫紙條投書了 檢舉你了 所以主管通常都不敢 太大的吭聲 除非你這一房的同學 他願意支持這件事情 算了 人家只是借題去打個官司回來 把床還給他那個位置 可是一般都是要重新來睡地上 才有床可以睡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那龍哥剛剛講到用早餐 那用完早餐之後 用完早餐之後 你就要等出風啊 等出風這個時候 我們會請公差 就是經濟比較不好的 你會去睡我 寬人寬室啦 不然就是叫 那個性侵犯啦 不見得啦 我說例如啦 你說我不要 你這個香蕉 你去來他要看他 你就是要做 但是以前做 以前的人都沒有給你代價 就是你就是要做 很多人就覺得 人家在欺負香蕉 不然說的 不讓人家去申訴 他後來會給他代價 要跟你說 一個月份要開 幾百塊給你 人家就去拿那個電池 或者郵票給他 就讓他去做公差 你也不能叫人家做白宮嘛 可能一房會有一兩個公差 他們要洗碗嘛 要收一些地上的東西嘛 收一收我們會有那個 我們會有那種塑膠袋 你要出風去工廠 去作業的時候 總是會有休息時間 那個塑膠袋還蠻大的 裡頭會放 你要帶出去的漫畫書 小說 大家會交換書來看 或者是你去 書展的時候 你去買那個南聯邦 南聯邦就是裡頭 有那個清涼的相片 但是沒有露餐點 那疼人他會跟其他的房間 會交換來看啊 可能晚上他們 看一看可能晚上 他們也要拉豬腸皮啊 他常常在看 這個明星 看久了喔 他會覺得他想換新 換新換新 我常常跟這個書門的這個女朋友 我也要換一個新的女朋友啊 你看 連書的女朋友他都可以換欸 為什麼 我每天看你 我今天要打不出來 我換個新的 讓你一拍就走出來了 走到什麼東西 你女孩子你就會知道的啦 親友的觀眾朋友 有人知道我說什麼東西啦 所以 那個袋子裡頭 他們會裝很多 比方你要帶出去工廠 修改墊背套 枕頭套 棉背套 帶出去他們可能把棉背套 把它裁成兩件 然後他給他的 另外一個親友 那為什麼他們會做呢 因為有些犯人出床 背的間套移過來 那他們的別的間套 他們會有所謂的 縫人班 裁縫班 他們有一技之長嘛 所以他們就會到工廠 在休息時間會做這些事 包括你的衣服啊 破掉你要縫啊 你要在工廠 做衣襯要脫掉對不對 但是你白森林這邊要縫扣子 才能夠掉名牌對不對 這些動作都要在工廠 休息的時間做 所以他們那個袋子 就有裡頭放很多的雜細雜疤 或者是你的電風 你要拿工廠你要蓋啊 那有些東西你改了 不能讓主管知道 因為改造電風是違規的事情 甚至會被主管給沒收 所以你要偷偷摸摸地 把它派出去 那主管剛好在 剪身剪包的時候沒有看到 那就沒事那就過關了 那有些主管可能跟你比較熟 他就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就看著你一下 你帶三台 帶多少台 一帶一帶三次不一三 你不要把我改就對了 可是這種一般都是小事情 你只要不要太離譜的事情 通通都OK 你不要打開桌子裡面有請人機 入竹子扛工具 你用來抓你就是了 一般違規 那通常他們拿的東西 他們都很小心 那所以那些拿那些 帶著人都是公差 或者是一些比較特殊的案子 可能他們也會做公差 你要出風的時候 你要盤腿靜坐一整排 然後那些公差 就把你的拖鞋放在前面 依照你的號碼 通通幫你排好 那現在主管從 四方頭到四方尾 他要點完你 要開門要出風對不對 開門之後 然後就會同學 就會開始穿多久出去 他們就會報說 1 2 3 4 5 6 7 9 10 啊萬一這個房10個人 1 2 3 4 6 7 9 欸 第10個人呢 為什麼要報數 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點名就是這樣子 不管進去設房 或者出來設房 出風 收風 都要點名 都要報數 那有沒有遇過 報數出錯的 工廠才會出錯的方法 設房要出風的時候 主管從設房頭 到設房尾要開門 讓飯人出來 那那個設房門 他那個 很多台書頭的啦 奇怪 總算是有什麼 一個門三四的書頭 去去去去 去去去去 這麼多喔 哇 那有到桌上頭的啦 我一台書 過大理金剛嗎 哇 是你看 大理水手 拍 好 好幾個鎖頭 開完鎖的時候 把門打開來 哇 那門真的很重 開完門之後 飯人走出來 開始報數 然後開始 有人看到主管 說廚人找廚人 好 排一整排之後 全部都好了 慢慢的搭到 走到工廠去 全部通通通都做好 開始點名 是報數的點名 從 一組到二組 這樣繞回 這樣繞一圈有沒有 一 二 三 你對我有人搶拍嗎 你就用幹嚇了 快報到 比如說你100個人 報到快完的時候 78太 78 慘了 重來了 有的主管說不用 就從這邊開始接就好了 有的主管就比較嚴格 頂來 頂來 你就死了 主管坐在那裡說 你魚子是沒誰出來就對了 蛤 十個多多多你 你幾個 打包 幹嘛 真的假的 有有有 主管比較 我都賣了 比較機車 就把你扳掉了 你擾亂工廠秩序嘛 哎 跟你扳違規 啊 我覺得報數就報數嘛 眼睛看得到人就不會跑掉 就是 就是太多人的嘛 可能有人老會要有人口急嘛 你騎這個桿沒意思嘛對不對 重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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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到最後 很多同學就給他 幹嚇了 最後主管就會跟同組說 你好 去教育一下 報數算了 再開槓一下 我們就聽那個人 你還好一直在報數啊 1 2 3 4 5 6 7 哈哈哈哈 好 我就覺得 這是在玩犯人嗎 但是你在當下 你只能怎麼樣服從 但是我覺得 不要兩位的時間做不必要的事情 我們矯正經關是要矯正受心人 不是在矯正受心人做不必要的事情 浪費時間 你這個是在玩犯人 哎 他報數就是這樣子的嘛 你眼睛都看得到他人沒有跑掉嘛 他只是跟不上那個TEMPO 你幹嘛這樣做 1 2 喔 背面就你聽了 你就跟他騎空 其實那個都小事情 剛剛講那個東西 一般到工廠 他們要唱君歌答數 有的唱君歌答數完之後 才會點名 而且是點名完才開始唱君歌 看各個監獄 各個單位 他們的安排 規定通通通都不一樣 那所以我在做節目的時候 很多的觀眾朋友 或者是親友 他們會有他們很多的想法 對 是沒有錯 全台灣市有30幾個監獄 他們的規定 他們的制度通通都不一樣 包括做起時間也不一樣 但是我們要以 法務部矯正署為依據 就算不一樣也是他們單位的問題 對不對 並不是阿龍這邊沒有講到 好 拜託一下 阿龍也沒有關那麼多的監獄 那個專長 那三十幾個幹嘛 我大家都關了 我好會在這邊做節目給你們看嗎 永翔也知道對不對 除非說你們 很多人有關過很多的地方 你們可以 在FB或者是YouTuber裡面 你們可以幫我分享一些新的資訊 給目前在關的受刑人 或者給跟診人他們知道說 現在監獄有什麼樣不一樣的規定 潛規則或者新規則我不知道 就是你們要去瞭解去關係 話再講回來 為什麼要唱君歌 振奮四季 有的不用唱 有的會唱 有的是出風到工場唱 有的是收風才會唱 不知道 不一定 一般我們在軍隊唱歌 當兵的時候是不是兩腳 一二一二雄壯 威武 風雲七三合同 對不對 那不用了 我說例如啦 好OK 那中中就會帶頭唱歌 他起音啊 唱得不好主管還會 主任還會說 靠清醒 之後來 中主就會叫一個弟弟 那個犯人就會說 啊 起音 好好笑 起音咧 我跟你乖咧 起音 你都在合唱團 起音 好 你們都會講說 兩隻腳 這樣踏步對不對 對 在Janny 不是兩隻腳踏步在唱歌 在Janny都是一隻腳踏步 我們先穿拖 嗯 左腳不動 右腳就會 啪 啪 啪 風雲七 三合動 真的啦 在Janny都是一腳 啪 啪 但是那種很震撼喔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人都只有一腳的 那所有的人都穿拖鞋 那拖鞋打在水泥地會怎麼樣 啪 這麼震撼 那你如果說你今天 你的工廠是樓下樓上 有人在打樹的時候 你就聽到很震撼 喔啊 幾點現在開始唱君歌 現在開始點名喔 人家一定會說 啊那一棒的 一定叫做雲 雲老闆嘛 也現在開始唱君歌 一定是點名喔 有人放爆 點很久 現在才在唱君歌 那跟那個時候 一大早到工廠 幾乎 你整個Janny都會聽到君歌 因為大家都在唱 那君歌不一定要唱什麼君歌啊 就看當時 中州會叫人家發音 或者是中州自己發音 是發什麼歌 但是絕對不會發那種奇怪的歌啦 你如果唱的 哥哥媽媽媽真偽大 你也要打啦 好啊 再教一下 你換人唱這個東西 怎麼會讓你唱什麼呢 好啊 開玩笑的啦 所以 所以一大早到工廠的模式 就是剛剛阿龍講的 會有這個流程 那你沒聽就覺得奇怪啊 龍哥啊 那外衣間是怎麼樣 其實外衣間喔 八九不離十也都差不多 外衣間也是要看 各單位的主管 跟他們的規定 他說龍哥 我有帶過外衣間啦 我帶過花蓮啦 新收色跟各色 他們每一個色都很大 各色的唱歌 點名 時間通通都不一樣 唱的歌也不一樣 規定也不一樣 新收色比較硬 那一般的色的話 他們有各組別 有農作的啦 有樹木的啦 有銀扇的啦 他們通通都不一樣 但通常 沒有下大雨的時候 所有的飯人 通通都要帶到哪裡 帶到聯集合場集合 會整隊 就成像一個摸字型的概念 就像當兵一樣 教育班長有沒有 站在前面啊 整隊啦 唱歌打樹啦 然後各自各組 各自代開去作業 那如果下雨的話呢 那就是在自己的色房裡頭 色房會有一個餐廳很大 外衣間跟一般的建立 是不一樣的作業模式 完全都不一樣 龍哥之後會在特別的節目 這個特輯裡頭 我會特別去做這個 所謂的程序 給各位觀眾朋友了解 你們才知道說 外衣間跟一般的黑間 它的差異是在哪裡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工廠的門 會有一個那個門神 也是飯人做的 有人要出去的時候 他會請主管來開門 有人去會客回來的壽星人 帶回來的主管會幫他開門 讓他進去 那個門神都要登記 你的號碼 你要去哪裡 你幾點出門的 門神一般還有一個好處 他要照水 把風 在建立一定會有一個 飯人的門神站在那邊 看著看著看著 看有沒有比較大的主管來 付電捏付電捏來比較快 必須來啊必須來 店員長店員長來比較快 主管就馬上 可能主管在跟飯人 可能比較好在聊天 主管馬上衝到那個 講台前面 假裝很認真 假裝沒有事發生 高官來的時候 他說 欸 店員長好 復典好 人都一樣 懂我的意思嗎 在工廠是不能有鏡子 鏡子是玻璃 他們的鏡子都是 一般是壓顆粒塑膠 它是會有兩面對照的 可以當成鏡子嗎 這種鏡子還有一個 最好的功能在 我從戰士工程能看到 外面看不到左右兩側 他就把這個鏡子推到外面 到底可以看到 右邊的主管在幹嘛 左邊的主管在幹嘛 現在主管台下主管沒有坐的 比較快一點 看你要做什麼 在你那邊有沒有 你黑面身 看是要做什麼都沒關係 你們想到通通都有啦 所以以前很多犯人 他也會抓主管的小辮子 他會 結果主管在找他的麻煩 他也會找主管的麻煩 他還把幾點幾分的時候 他看主管在幹嘛 他要把他的統計吃攔 然後在肯定會的時候 他就會去告狀 會啦很多啦 可能講說 在建議怪幾種的人很多 所以你剛剛問我說 收工在做什麼 收工回到社房就是 吃飯 吃完飯就是 叫公菜 就是叫那些公菜 洗碗 洗碗房車大家 就是會 苦苦 開胃 我剛才已經一位到大會 喝看 喝OOK 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